取出五一七绣线,拉较长的一根线头 剪下一米长 从中抽取两骨 穿针对折成四骨使用 在末端打结,并剪掉结后面多余线 取出蓝色樱花布,沿外轮廓线剪下 用四骨五一七绣线绣,沿内圈轮廓线走一圈 然后,我们下一个小时的组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绣完一圈,轻轻拉线形成兜状,注意樱花朝外 填充棉花 边填充边收口 收口不用收太紧,可预留出一圆硬币大小的空隙 形状调整圆润 继续用四股五一漆锈线在底部固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取出红色绣片,沿外轮廓线将王子剪下 剪好后,将王子上下中垫与蓝色球上的束线对齐 用两股3833直线绣固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写出红色 小王子 卖销 有语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写出红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太洪涯 接下来沿王字边缘进行盘线秀 用两根六股3325走线 两股3325盘线 从王字底部终点出针 若针较小 可在中间出针 再扎入出线处 沿王字边缘盘线一圈 注意两根六股3325绣线压在绣片边缘 防止脱线与露出绣部的毛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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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完一圈走线入针 将王字绣片上固定的线拆掉 按照图示给王字两侧坠线秀 用两根六股3831走线 四股3831坠线 预留三厘米的长度 预留三厘米的长度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绣一厘米长 将线穿到任意别处剪断 剪掉多余线 同样方法绣另一侧 绣一厘米长 绣一厘米长 剪为1.5厘米长 用梳字将绣线梳开 边轮廓线将耳朵修片剪下 将两绣片正面相对 沿边缘化5厘米缝合线 调整对齐 研化好的缝合线 用两骨740回针锈缝合 注意边缝合边调整对齐 在沿着的缝合线 绣一厘米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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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 绣一厘米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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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在弧度大的地方进行剪口 翻面后线条更加流畅 注意不要剪到缝合线 翻面 接下来用两股七丝临藏针缝缝合底部 沿边缘向内折 对其进行缝合 接下来用两股七丝临藏针缝合底部 接下来用两股七丝临藏针缝合底部 将底部对折 继续缝合底部 接下来用两股七丝临藏针缝合底部 分合好后打结并剪断绣线 一只耳朵就做好了 同样方法做另一只耳朵 接下来将耳朵固定到针插球上 耳朵与球上的点和线对齐 用两股七丝临藏针缝合底部 用两股七丝临藏针缝固定 沿耳朵边缝固定一圈 接下来用两股七丝临藏针缝合底部 接下来用两股七丝临藏针缝合底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固定好后将线藏起来并剪断 同样方法固定另一只耳朵 连外轮廓线将尾巴绣片剪下 按照正面直线 用其削笔在背面标示出直线两端点 音乐 标示好后将两绣片背面相对 沿内券轮廓线用两股740回真绣缝合 注意边缝合边调整对齐 注意边缝合边调整对齐 缝合到底部打结并剪断绣线 可在弧度大的地方进行剪口 翻面后线条更加流畅 可使用工具辅助翻面 可使用工具辅助翻面 填充棉花 填充棉花 出市耳朵 出市耳朵 给尾巴锈除巨绣 用四股五一漆除巨绣 将针扎入圆处线处附近 再从侧面标识点扎出 将线绕到针下 然后抽出针 再线环外侧乳针 回到起点处 同样方法修剩余标识点 再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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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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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映衬边缘涂上酒精胶 沿边缘向中间折 两端也要折起来 中间折起来 中间折起来 同样方法直立一端 中间折起来 将纸板上底部映衬直行剪下 转印到映衬上 并沿转印线剪下 取出剪好的圆形橘色绣片 将映衬放在橘色绣片中间 盐映衬边缘给橘色绣片剪口 在映衬边缘涂抹上酒精胶 盐边缘将映衬包起来 中间折起来 将虎纹绣片围成一个圈 并将其中间折起来 并将其中间折起来 注意边缝合边调整对齐 注意边缝合边调整对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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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 缝合好后 内部打结并剪断绣线 接下来缝合侧面和底部圆板 将侧面底部与圆板对齐 进行缝合 用两骨七丝临藏针缝缝合 注意缝合边调整对齐 缝合边调整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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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缝合好后在内部打结并剪断绣线 将纸板上的侧面毛毡纸形剪下 转印到黑色毛毡布上 注意黑色毛毡布上预留出其他纸形的面积 银画好的线再向左延长一厘米并标示出来便于后期粘贴 再沿线剪下 再将底部黑色毛毡纸形剪下 将纸形转印到黑色毛毡布上 并颜转印线剪下 给圆形毛毡涂抹上酒精胶涂抹均匀 贴到内侧底部 将剪好的长方形毛毡贴到内侧侧面 先给内侧侧面均匀涂抹上酒精胶 注意贴的时候 然后毛毡布上线剪下 毛毡布头与侧面缝合线对齐 紧按内侧贴一圈 将毛毡多出来部分剪掉 毛毡两端精密对齐无缝隙 将纸板上的尾巴缝合纸形剪下 将纸板上的尾巴缝合纸形剪下 将纸形对折折出中线 转印在针叉底座上 将纸形中线与针叉底座侧面缝合线对齐 将尾巴固定到转印线位置 用两股七丝临藏针缝缝缝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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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尾巴边缘向内折 缝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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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边缝合边缰线拉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固定一圈打结将线藏起来并剪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将纸板上针叉底部毛毡纸形剪下 转印在黑色毛毡布上 转印线剪下 将黑色毛毡固定在针叉底部 使其更加美观 用四股五一七直线绣固定 针法可倾斜一点 眼毛粘边缘固定一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绣完一圈将线藏起来并剪断 一圈将线藏起来并剪断 并剪断 用纸针叉 完成 三圈将线藏起来并剪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